啊这是谁啊 头条的官网了应该可以说是吧 叫做头条的娱乐 今日头条娱乐官方上号 说这个网红黄一鸣啊称孩子是 呃王思聪的 呃 然后视频没有放因为他可能怕侵权吧 都是截图说孩子就是王思聪的百分之百毋庸置疑 其次我并不是带球跑 并不是带球跑这什么意思 所有的一切我有清晰的证据 并且我为我说的话负责 我妄想做父太太 其实我比大家任何人都要清楚 我跟他是没有结果的 我确实这辈子可能只能拥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选择了生下的他 我不妄想做父太太 所以我从头到尾也没有拿他的一分钱 如果说你们都觉得我想蹭王思聪的热度 那我生了孩子的那第一时刻开始 我就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如果不是情绪崩溃 这件事情就永远会埋在我的心底 我没有必要再等一年以后 再会把这个事情翻出来说 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会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说校园暴力这件事 我已经澄清无数次了 在大家无数的谣言和谩骂下 我从来没有追究过大家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我会追究 评论 想母凭子贵 可惜是个女孩 找王健林呢 爹不认 爷也要啊 预测是吴琪丽女士的结果 姑娘 你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其实你不用给我交代 是吧 我们这种也就是这个 蹭热度而已 是吧 那你作为公众人物 那你 那么你没办法 你就是 或者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一种运行逻辑吧 好了 你看我找了一下一些个 材料 当初这个女孩好像长的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王思聪 这个是这个女孩展示的 这个小孩 小孩都这么大 我呢 就是假如我是王健林 是吧 给我看现在这个女孩的样子 真的好像 我没什么感觉 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其他人 挖出来的一个视频 也是这个女孩子说生气了 我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我的感觉 坦白说 真的也不是很好 我感觉 是吧 你要说 为什么不好 我很难跟这个女孩子说的清楚 是吧 比如说假如我是王健林 我看到王思聪 撒了一个这样子 我会沉默不语的至少 跟大家说 就首先卖货主播和颜值主播 它是两个赛道 其实范柳亮 对于我们这种卖货主播来说 我今天货卖的还没平时好 拉低了我们的天赐 嗯 但是我 但是我 欢迎就是友善的姐妹们 就不太友善的 我就不太喜欢 我肚子好疼 这边是我们的樱花气泡粉啊 我们的樱花气泡粉 这边是咱们的樱花气泡粉 然后 反正我要是王健林 我绝对不说话 是吧 不过沉这件事 也看出来这个王健林 就王思聪啊 王思聪他最早的 浪浪的这个署名是什么呢 叫做 上偶 双性恋 我看到这个自我介绍 我觉得有点想法 好像这家伙 值得关注 后来呢 又在娱乐界所做了这个 纪委书记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 通过他那个自我介绍 到他后来这些个东西 可期可待 是不是和潘公子一样的一个走向啊 是吧 判十亿 他们家的公子一个走向 现在看来 也就耳耳 是吧 你这水平不就是这个水平吗 啊 这个 说这个不会起诉我吧 哈哈 再看这个女孩子 好像又抛出来一个 还有一个视频 啊 哎 反正也就不早了吧 就做这么个事呗 我看这个朋友说什么 这个孩子 王思聪可能不要 但是王健林可不一定做事不管 王健林如果肯出钱 还用得着王思聪出面吗 有一说一 他没有拿过王思聪的钱 评论区也不用心疼王思聪 多努力的一个女孩子 大家别骂他了 好心疼 黄一鸣突然暗指女儿是王思聪 事情一度登上了热搜 网友还发现 黄一鸣的女儿眼睛与王健林非常相似 大家纷纷吃瓜 但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紧接着纪冬结在粉丝群里澄清 消息是假的 有值得一提的是 黄一鸣很快删了这动态 也不知道是不是炒作 又或许是怕被起诉 毕竟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 搞不好账号都没了 自目前王思聪已经定居日本一段时间了 但身边从不缺美女 之前在国内 王思聪身边就不缺网红 每次出门女网红都围着他转 人人都羡慕王思聪 但人人都想成为王思聪 这个话说的都不通顺 人人都仇恨王思聪 但人人都想成为王思聪 最后就通顺了 或者人人都羡慕王思聪 但人人都仇恨王思聪 这样说也通顺 唯独这样排列是不通顺的 而且网友还发现 王思聪还关注了很多日本女网红 我们没想到 我们的王校长居然有这种爱好 你没想到 其实你居然没想到 我要说 我说就是我假如我是 王建林就觉得 你看前面这个 看一看这挺清纯 是吧 是个老师啊 还是个护士啊 还是什么职业 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但是后来一看 很风尘 现在看的样子 是吧 差的太多 这是一个人吗 大家你说 这是一个人吗 这他差的太大了吧 我跟大家说 就首先卖货主播和 颜值主播 这是一个人吗 你说 沿着这个路线走下去 你身价多高啊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有人做了一个图 做这个图 这个图也挺有意思 一家三口 姐妹笑谈 没啥